另外手摇影风呢也吹进饭店里了 现在有业者联名珍珠奶茶专业的手摇影品牌 专门推出了下午茶的餐点 有凤梨还有冬瓜茶跟黑糖通通都成为佳肴 另外有业者自创了港式甜汤的手摇影品牌 经典的凤梨杏仁片 里面的话是有去皮的火腿 然后搭上免奶滋跟虾仁 五星期饭店下午茶不只将凤梨当主角 凤梨菊花酥 还有珍珠奶茶中的黑糖 以及夏天限定的百香果 就连冬瓜茶也入餐点 摇身变为冬瓜慕斯 而这些都是联手珍奶专门的手摇影品牌 以80年代复古经典为灵感 推出的下午茶 我们有萃取可能我们台湾味 就是比较会让我们想到 小时候回忆的一些元素 比方说像是黑糖 凤梨 然后还有红 还有冬瓜 冬瓜茶这类的 作为一个结合 然后研发出我们的甜点 以及我们调饮的部分 国际饭店联手在地手摇影 打造接地气的餐点 另一家饭店业者 则是将港式糖水饮料化 推出新手摇影品牌 绿豆沙牛奶 红枣桂圆桃焦 百合红豆沙牛奶 老姜番薯状奶 以及芋头紫米炖奶等等 还搭配韩剧游游戏 闯关就能免费喝饮料 解合了我们港籍行政总主厨 深厚的甜汤底 以调饮的技法 去诠释新的手摇影 一方面是饭店业 受疫情影响很大 必须寻找新的刺激点 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另一方面 透过短期的合作来试水温 因为饭店业的资本额 比较一般手摇影的业者 来说相对的庞大 但这个饮品市场 还是有其专业在 手摇影风吹进饭店业 不管是下午茶餐点 还是自创甜汤的手摇影品牌 在台湾竞争的手摇影市场 都带来新迹象 也替手摇影的周边商机 创造更多可能 三立新闻林书贤 墨祥珍台北